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身星 那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今年疫情版工作室的开箱 那今天给大家先从我们的门口开始 那就不说多少废话,跟我们一块进去看看 感谢拼多多百亿补贴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 因为我们是一个一楼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是避免不了有非常多的虫 还有一些潮湿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呢,我也是特别的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呢 在因为不可能天天开空调嘛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工业的一个储尸机 大概大小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水管就是从旁边直接就走到门口 那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入门口的一个工具栏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每次拆新的快递都会发现 每当我们在门口要去开快递 或者要去敲弄一些东西的话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门口专门弄了一块铁制这样的动作板 这个动作板呢平时就放一些比较常见的 两把榔头,扳手,剪刀,然后这个是拆快递的 那这一块呢是在楼梯和我们加出来的一个货架的一个当中 那这边呢作为我们整个工作室 其实是一个充电区 因为我们想在起初安排这些充电的设备的时候 就想如果放在货架最里面的话 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什么意外的话 整个一个货架就烧掉了 但是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些措施 首先就是在之前有过一些朋友给我们推荐 这样的一些消防球 有一些东西突然间烧起来的时候 这个消防球可以短暂的炸开 它可以保护我这边的一个设备安全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也是两块黑色的动作板 这两块我特别喜欢 我把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工具啊 用的最多的一个是打动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有一些设备上面有灰 它可以带出去用 包括像之前《环幻》的家里面推荐的这一个 像这一套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比较出去 加了很多的灰 又或者是板车上面非常脏的时候 擦完之后基本上用这个一吹就非常非常干净了 这一半边呢就把它直接放入影了 这样直接看下来呢 也觉得这一块也比较适合 因为我主要在这一块呢 放了一个灯管 如果没有灯管的话就失去了一点灵魂 这个地方看起来会很黑 这样用的话呢 虽然没有什么卵用 但是呢你人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心旷神移很有这种感觉 好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区 那这些呢这些充电车都在楼上 所以Type-C线呢都是带瓦数锈去的 然后我们这边准备的一排这样的工业插牌 需要的时候就往上插 包括像音箱啊或者是手机 或者是最多的是970 还有就是相机的电池 需要的话基本上我们在第一天收工过来的话 那就可以东西快速的拆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充电 那这个台面呢就是放好充过电的 第二天就把它直接盖上 拿走就可以了 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爱图式的箱子 是我们最近工作是特别特别喜欢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是怎么把工作室的一些设备带出去的 起初最早我们用的是南光的包 后面500的包也不太够用了 就会去混用一些大型的背包 又或者是一些带滚轮的背包 自从我买了那个1200以后啊 我发现他们这个包非常好用 大家看到啊 就这个包我整个一套 我至少可以塞一下有6套的艾姆拉 那现在呢一些小型的直播间 其实这样的活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这边团队呢一般在出去干活的时候 就会像现在这样 所有的灯都放在一起 然后适配器放在这个灯罩后面 这个箱子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说你们有平时6个灯 或者是5个灯以上的 小型灯光的使用需求的话 这个包我强烈推荐 然后就是这边墙 然后这边墙呢 主要放的都是一些 用的比较多比较勤的一些灯罩 然后拖线板 还有些小的灯 下面呢基本上也都是线 和我们平时直播用的最多的这类灯具 因为它比较的耐操 而且直播使用的光纯中 个人也不是特别心疼这类灯具的 所以我们专门有几套灯具是用来直播的 那除了这些 其实我们是出去帮别人做直播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业务呢 是我们需要去帮客户去搭建自己的直播间 所以像今年你看 我们的头顶上有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的 爱兔式的艾莫拉 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自己去改直播间的话 帮客户设定现场的一套预设 可能有的时候如果选的是200X的话 我会选择两套或者三套以上的预设 那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会比较倾向于 App做的比较好的灯 有群里的朋友需要的话 也可以从我这边走 但大多数情况下 我这边呢所有的灯都是为了我们直播间改造预留的 包括你看到这个刚发的MT Pro 这个灯我其实也是比较喜欢的 我专门在这块地方 还给它专门留了一个地方 然后这边是大街 整个货架呢我抬高了一点 这边是我们放 派里肯 这样一踹就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离我的腰会比较近 所以他们干活的时候呢把监视器搬起来推进去会比较方便 上面呢放的就是比较轻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导演车呢一共是两辆 都分别是国产的两辆导演车 这一辆呢是8寸的一个轮子 它轮子现在看起来就比较小了 当中加了一些配件这样子 这辆呢是它的升级版 大小方面啊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呢比它矮一截 然后我的配件呢也陆续到了 平时呢你要放一些泡泡板 或者是米波罗 又或者是灯架脚架 都可以直接架在这块的东西上面 这个是非常牢固的 可以直接踩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一楼的一个主干的一个区域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我的设备算上我这一整间的话 其实我根本怼不满这里的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采用了合租的方式 它这边基本都是平面为主 我这边呢基本上就是要出的器材为主 刚刚有拍摄啊 东西都暂时都放在了这里 所以能看到我们这边东西今天会有点多 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灯架 平面的东西 那这边有灯球有60有120有90 然后也有90的身抛有120抛 还有一些脚架 然后最上面就是做一些 呃机箱的壳子啊 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壳子里存储 如果要碰到宝靴的问题 发回去的时候才会使用 现在在杭州不是碰到四十度的天吗 非常非常热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采购了两台 0.5匹的正号的一个空调 这一边呢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电风扇 电冰箱啊 上次也是说过了然后就是电瓶发电机 发电机电瓶 然后这边就是南光的一个灯具 那今天这边呢比较空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还在地上啊 还没有被理上来 还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呃 今年还会去有一波双十一的采购 这个货架呢 我当时买的是三米的高度 所以我们整个一楼其实作为存储区的话 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货架可以拉得非常高 你们看得到的肉眼看到到所有的货架都已经做了防倒的一个处理 我们在后面打了膨胀螺丝啊 所有的货架都给牢牢的一个拴在上面 你们现在能看得到我身后的所有灯或者是之后啊 比如说我后面可能会进的一些爱图斯的600pro或者是RGB 或者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暴风的一些灯具呢 去分一波去给到租赁这边 看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这个场地有可能会像今天这样去拍一些视频啊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呢我特别在这个场地里面布置了一点小心机 如你们所见 它可以变成红色啊 可以变成蓝色 个人是比较喜欢 然后就是我们的二楼 谢谢 因为我们二楼有放一些设备 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呢 有加一个海康威视的一个门禁 这是我在网上能买到的比较好的一个门禁了 然后我之前其实是不用这个东西的 以前是看到别人客户的公司用的 我非常推荐非常推荐非常推荐 在国内工作的所有的摄影师朋友 如果你们工作室的体积够的话 一定要去买一个非常大的冰箱 你可以在非常时刻不会饿肚子 这一点呢前两个月已经感受过了 我买其他东西可能要想一想 买冰箱呢是不用想的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 万一又上演了上海滩第六季或者是第七季 怎么能没有一个好舒服的沙发呢 这个柜子呢是之前楼下搬上来的 我所有工作室器材都是装在酒柜里面 就是我这个场地里面常年保持的湿度是在五十左右 然后这边主要是我们平时干活的一些设备 那有索尼然后有一些松下有佳能 平时是出工的时候会直接从这边装 装完之后就下楼 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四人位的两米四长的四人办公桌要多少钱 但它的好处呢就是整体看上来的这样的设计感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办公桌是我从我楼下完整的一比一拆上来的 这边的电视机呢也用的是挂架整个挂上去的 当时我记得我坐在这个位子上 然后看着空空如也的一个办公室 然后想我的电视机应该挂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最后量了半天还打错了四个洞 最终打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把楼下的粉丝牌拿上来了 时刻督促自己该涨粉该做内容了 我这边的光源呢没有我楼下做的那么的多 那我就用了两个光 第一个就是打了一个主光嘛 那这个灯罩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头顶上还有一个轮廓光 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有两个光源 那这个信封机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其他一些新装修或者是工作室装修的话 它叫做秒星 因为我是看了评测买的 然后秒星呢整个使用下来的感觉就是 它一次过滤比较干净 那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信封 去配合空气净化器来做循环 区别就是它的秒星应该属于现在市面上 后期加装呢新封里面它的一个风量是应该最大的 然后这块区可以看到现在是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地方是吃饭的地方 看到这个灯也知道啊 这个吃饭的一个吊灯 餐桌其实在这里 我现在用的餐桌呢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办公室的桌子还没有到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四人桌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就订了他们四人桌的一个单人版本 也是因为那个好看到我把我的生姜桌直接给放弃了 留在了隔壁 然后整个这边呢还没有收拾掉啊 这边是一个小米的洗红体机 就是如果我真的在这个地方领到了7天或者是14天的一个套餐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洗衣服 下面就是一个石头的一个扫地机器人 那它也是可以拖地的 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装的时候我流了上下水 然后去用了上下水的一个套件 那基本上我平时给它设置的程序是每天五次的一个打扫 大概有三次扫地两次拖地 我个人觉得扫地机器人对我们的感觉就是 我可能没有办法安排我任何一个员工一天扫五次这边 但是我可以让它只要有电就干活 那石头这台即时S 官网本身是4799元 那我们在百亿补贴4398元就可以入手了 而且现在正好是手机大促 很多的数码产品和家电都是大折扣 现在打开拼多多搜索82092 点击进入或者直接点击视频的下方链接 就可以直打优惠 还有工作室使用的14寸 16GB的M1 Pro 官网的报价是18999 百亿补贴只要15498 那省下来的钱都够买一个不错的安卓手机加一个AirPods Pro了 当然还不止这个配置的 苹果全家桶整个系列也是非常不错的价格 还有推荐一款米家冰箱对开门610升墨鱼岩 补贴后2299元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而且品质也不用担心 所有百亿补贴的商品承诺假意赔食且有品质限的双重保障 认准个标就信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一体化的水槽 因为工作室你们看到有冰箱有其他 所以上下水嘛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水斗 但是我想我都在这边了 如果我还在洗碗的话 因为我已经给我妈我爸还我老婆他们家全部都买了洗碗机 然后我其实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洗碗的人 那最后会在上面加一些隔板啊或者是一些灯光 这个区域呢就是空调就不用多摄下了 这个是接了一个下水的除湿机 因为每天空调不可能一直开的 当人走了以后呢空调会关闭 然后除湿机自动运行 楼上楼下各一个 这边呢就是专门吸一些墙角的一些 草地机身吸不干净的 而想到了就给它吸一下 然后这边是工作室一个打印机 菜面柜的一开始其实是给我隔壁那边买 它的一个整个装修的风格 会和我们之前的一些纯白的产品 稍微有一点格格不入 但是大差也没有特差吧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但凡你装过工作室的朋友 都应该有所感受 就是任何一个工作室 它的基建或者它的墙面 都不会是特别完美的 那这工作室也是一样 包括当中也是发生了一些 电路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 但是后面呢都是靠钱来解决 所以后面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和干活 去年的五月份 我记得当时我刚刚才做了我隔壁的那间工作室 但是这时间过得真的是超级快 而且这里面一年里面感觉发生了超级多的事情 去年的五月份我还在和我们的小伙伴 那个时候人还很少 在隔壁贴那个吸引棉 我还记得那个味道 然后今年就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场地了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虽然说有压力 但是有伴随着动力 也希望各位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步 别忘了评多多搜索82092 享受百亿补贴的折扣福利 感谢观看